大家好,我是Pricilla 今天我们继续在密西沙家寻找贡管的证物 我和我的客人已经参加过好几次竞价了 但是都展位成功 市场还是表现出了强劲的需求 我们今天再接再厉 继续看几套贡管证物 待会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套贡管证物的里面 这个我们上次看到的某个房型非常的接近 证门是先对着一个向二楼的卧室区域的楼梯 然后我的右边厨房 这个房子是刚刚做完了全屋的装修 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厨房还是很新 连抽油烟机也换了一个外表很磨灯的 这边呢是冰箱 我们上次看到房型的右边这一块 现在放另外一个冰箱的地方呢 做成了早餐区域 那现在这个呢是放的是橱柜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做成早餐区域也蛮不错的 因为又临窗可以看到小区的里面 然后过了厨房之后呢 就来到了我们的饭厅 饭厅跟家庭房的一个连接 这个布置是很合理啊 就这边放了一个四人桌 小家庭的话很方便 然后这边是一个家庭房 然后这边有壁炉跟电视机 透过这个我们这边一个很大的窗户呢 现在拉了窗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后院 景色还不错 我很喜欢这种就是位置在小区中心的房产 这样的话比较安静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居家来讲 安静还是挺重要的 这个门口也能够出去 看到跟刚才同一侧这个后院的景色 这有一个小小的露台可以烧烤 现在的主人放了个烧烤炉 然后这边有一个powder room 也做了全新的这个装修 对于powder room来讲 这个还挺大的 而且是有窗的 然后从这个角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家庭房和客厅 饭厅的连接 下面是地下室 待会再看 我们先上去二楼看一下卧室的情况 好 这个卧室是一个两边分开的结构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布局 因为这样的话 主人房跟孩子们住的次卧 可以互相不打扰 这个应该是一间次卧 它是 这是主卧了 已经是主卧 主人房的卫生间 位置很大 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有遗留 无一就是这个 对于全屋装修来讲 它这一间主人房 玉石的地砖没有换过 但其他的都做了更新 包括台面 对于主人房来说 这个面积不算太大 我估计可能15平米吧 如果不包括衣橱的话 但是衣橱呢 还是不小的 因为它是一个布鲁式的衣橱 walking closet 然后楼梯的另一侧 是两间房 这是一个其他两间卧室 共享的卫生间 面积不小 然后这间房 大概可能有个八九平方米的样子吧 这个看的是前门 前院 然后这间房间 跟它转角的 是另外一间房间 这里有一个窗 看到的小区的里面 然后这间房间面积不小 加上这一块多出来 我现在占的这块面积 我估计应该有个十六七平米 然后也有两个拉门的壁橱 现在放了是上下床 儿童房 还有一个写字台 最后我们去看一眼地下室 我们现在来看一眼地下室 地下室已经全部做掉了 也换了地板 这是机房 洗衣房也在这个里面 洗衣机刚买了新的 这个地下室做的还可以 天花板没有特别做更多的更新 就是还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材料 然后也 但是它装了pot light 装完了pot light 所以感觉上还是比较光亮的 然后我也喜欢它空间是开放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做好了的洗手间 也是全新 而且洗手间的面积并不小 楼下也可以做影音的区域 有一扇窗 不算特别高 但是还是能进一些自然光 但主要因为它已经装好了这个pot light 所以感觉上还是光亮的 这是整个地下室的情况 今天的房产就看到这里 如果您有您喜欢的社区 价格区间和房产内型 欢迎您告诉我 我非常乐意为您实体待看 或远程拍摄视频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